继续我们要来找答案了 国民党提名了侯友宜 2024要赢 国民党不能没有郭台铭啊 但是 现在郭台铭对于朱立伦的恼怒 这一把火 怎么来收拾呢 今天更多的细节出来 我们就问了 当时两个人见了命 到底朱立伦对他说了什么 让郭以为517会征召他 就搞到后来 新娘不是我 更让人好奇的是 本来今天陈玉珍要出来 开现场记者会 全盘托出我们最想知道的细节 记者会喊咖了 该怎么解读 我要来告诉我们答案 好 郡相公还有报新闻的观众朋友 这一局真的是已经臭掉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把这个臭掉的东西 拉拉来看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国民党要赢 是不是一定得靠阿明 阿明现在已经 今天礼拜五 你现在看我们这个节目的同时 他飞到日本去了 三天两夜 必须去吹吹风散散亲 因为呢 真的阿明心里苦 阿明不好说 阿明觉得他被朱立伦给骗了 不是好有疑哦 他是觉得我被朱立伦给弄了 那朱立伦 他要征召侯友谊这件事情 早在五月初 徐晓鑫都讲 五月清内定 讲完之后后来做民调 现在看到有人讲说 这是不是对侯友谊不公平 第一个 不管 但是侯友谊 他现在怎么会出现 又写了脸书说 我要逐侯友谊胜选 我希望能够下架民进党 但是同时又传出 他对朱立伦不满 观众朋友 我发现两条线 我要帮侯友谊胜选 但是同时我对朱立伦不满 我跟朱立伦翻脸 我被朱立伦给骗了 观众朋友 来我这边写在这里 这我写的15 16 17 这样方便大家讲 虽然一团乱 各有各的说法 问过一圈之后 来尽可能的帮大家还原 五月十一是礼拜一 礼拜一的晚上 五月十五号讲错了 五月十五号是礼拜一 礼拜一的晚上 我先跟大家讲 原本下午他安排个电视台专访 但是郭台铭想说 说不定主主席随时要找我 跟我讲礼拜三就是我 心肯定是我们的 对吧 所以他甚至把那个专访给退了 就专心等 等到六点的时候 不去他的信义路豪宅 那个不叫信义路豪宅 信计画区豪宅 宋永路豪宅 信义富邦 他是直接到国民党党中央去见朱立伦 我先讲第一个 你来到党中央毕竟是一个台湾的首富 是一个企业的霸主 你不要骄傲你直接 因为国民党我太熟了 从地下室的货梯走 不要让这个记者在一楼跑来跑去 像是这个蚂蚁一样 不要让他们看到 请你坐货梯 我为什么要坐货梯 还要不要跨头摸摸的 不能让大家知道啊 所以呢 他叫这个郭台铭坐货梯 直接上到主席办公室 到了主席办公室之后呢 见面的时候 要告诉我答案嘛 礼拜三 这礼拜一晚上哦 前面一个小时 郭台铭 妈妈这点好不好啊 你太太怎么样啊 你小孩怎么样 那咧那个花家长讲一个小时 什么都讲完了 以后没有讲礼拜三要站到谁 一个小时过去了以后 那你知道我干嘛呢 不能你觉得不行 我总好问吧 那现在是怎么样 哦 民调来了 七点 六点到七点 一个小时浪费了 七点民调拿出来 就是我们后来看到他几份 但是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 过去这段时间 十几个民调 连放言啊 什么中卫雅 这个真的你不用拿出来 我也看过 几大堆民调 俊昌哥 你这个手给我一下 就在分的 你看这个是这样 那多少 看完之后呢 就这样收手了 一个小时的时间 或空开回回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 看起来我是输嘛 结论呢 但是我很接近嘛 没有结论 讲了半天以后 没有结论 所以才让郭台铭以为 他是会被提名的 观众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现在把很明确的时间 我跟郭台铭正宜在那边 去问一下 来观众朋友 礼拜二十六号 是不是有所谓的 二度的郭朱惠 对 为什么要二度郭朱惠 因为郭台铭以为 是我 但是看起来都不是啊 看朱学恒、黄耀明 他们都讲说是侯友宜啊 真的吗 下午四点 我再去问一下朱立伦 真的是他吗 朱立伦到第二天 礼拜二下午的时候 讲说对啊 是侯友宜啊 讲朱惠 你怎么还来讲 那我怎么说 是 你说你自己民调没有上来 这个时候郭台铭就不高兴了 他说等等 主席你三月的时候 那时候也去党中央 朱立伦本来告诉他 来你注意我们的版本 五一七还是我们节目早点讲的 我们很早讲五一七 可是五一七之前本来是什么 是六月十八 本来讲六月十八 本来没有那么早 就是在五月二十之后 开始要做民调 然后五月底到六月初之后 决定 然后六月十八来征召 所以他在五月十六号的时候 讲说这样不对啊 还差一九个啊 你这样时间都太急了 结果朱立伦就反叹下去 你民调就是上不来嘛 你就自己要去 见代性牛鬼蛇神嘛 这句话是在这个地方讲出来的 对礼拜二下午四点的时候 四点到五点十分 然后讲完之后 其实郭台铭不高兴 他就看到黄建廷 旁边的秘书长 牛鬼蛇神还不是你叫我去看的 名单是你开的 你现在怎么这样怪我 讲到不高兴 观众朋友 我现在跟大家讲 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就在礼拜二下午四点到五点十分的 这一次的二次过注会之后 如果按照郭台铭这个阵营的说法 因为我去问郭台铭方面 朱立伦居然告诉郭台铭 不然这样嘛 礼拜二下午五点哦 你去找侯友宜嘛 他如果可以退的话 明天礼拜三我就真找你 所以郭台铭还真的就是好杀好天真 真的礼拜二的晚上八点 跑去板桥侯友宜的官邸 跑去问郭友宜讲说 你到时候要 结果发现没有 所以才祝福他 所以从头到尾他就觉得说 我被朱立伦给耍了 他真的看来讲 投票朱立伦玩弄在掌心 但是郭台铭会有个问题 如果这个讯息是属实的话 到了礼拜二的下午十六号 朱立伦还讲说 如果你能叫侯友宜不要选 我就真找你 那表示说朱立伦真的是前刚独断 他完全没有科学数据 科学数据不是已经侯友宜了吗 如果这样还可以换人的话 那你是主席在干什么 怎么可以光明里一句话 一个口韵 你应该当主席的就是说服这个 我们有第一名第二名 我跟朱立伦谁去比赛 他比有高 他比有算 那就是他 这就是科学数据 那你怎么可以讲说 我闹一下 我要地上打滚 又变我了 所以如果 因为观众朋友 礼拜二晚上 郭台铭为什么跑去板桥找侯友宜 是因为朱立伦讲说 你去劝退侯友宜 我就真找你 他不放弃任何一次 最后的机会 第一个他天真 他也积极他还不放弃 可是也证明这个党主席 是没有任何标准 只要后一退了 我又变你了 那你到底有没有帮国民党找想 你真的找出最强的人吗 到底谁是最强的人 所以这样一个整个过程当中 来观众朋友 整个讲完之后 你听到这边 你就知道说 国民党的这个中央的 这整个的过程 包含他要求这段期间 叫郭台铭也不能出来发表 道歉声明等等等等 都被解读说 没有啦 因为他对政治不了解 所以我们有一些东西 劝他或跟他讲什么 是在约束他 也是在保护他 这个说法 其实郭台铭他并不能够来接受 所以像网路上好多嘲讽郭台铭 你根本就好杀好天真嘛 你不懂政治 你被玩得像猴子样耍成这样 心情不好 五六日这三天 带着家人去日本 三心三心 于是乎 今天我们讨论这一题的时候呢 网路上好多的网友 想起四年前的这首歌 你听听看 怎么四年前的情境 copy复制又贴上 四年后还是郭董 伤心的还是他 但是我们本来因为 现在等这一场记者会 就是陈玉珍他要全盘拖出记者会 居然后面也及时喊咖 为什么 其实观众朋友 我这样持平跟大家说 因为我是一个媒体人 我以前跑国民党 所以我知道什么剧情 我就跟你讲 我没差 我也不是国民党 我也不会被党纪处分 可是所有现在目前在国民党 甚至有像陈玉珍 他是金门 他是已经被国民党提名了 虽然他是挺郭派的 他再讲下去 上到党庄 对他没好处 他也要顾及党庄的颜面 对不对 那刚刚我所讲的那一个部分 就细节部分是郭振英方面 我的查证结果 那党中我们去问 当然有啊 朱立伦黄建廷我也要去问啊 他没有办法跟我讲那么多 他只能跟我说 伟翰 礼拜一晚上确实给郭台铭看的民调 他没有办法看完民调 得到答案不是他 我们也觉得很匪夷所思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你后来为什么不能讲民一点呢 礼拜二不就讲出来就知道了吗 那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网络上就会嘲讽 这对国民党有什么好处呢 有做歌的啦 做梗的啦 然后呢 那牛鬼神神这个话 郭台铭毕竟他不是政治人物 一般政治人物 撕破你也不会讲出来 可是郭台铭讲出来啦 那讲出来以后呢 一来让朱立伦已经下不了台 所以这两天你看他都没有什么回应 二来呢 也伤到了 郭台铭这阵子真的下去 欠很多人 人人都是牛鬼神神 每个人都跳出来 谢典就讲说 你在说话吗 我是怎样 我不是哦 我属羊哦 我不是我不是蛇哦 那朱立伦也不高兴 那所以这些地方的这一些 这个挺郭的人 他们现在跟党中 的确出现了裂痕跟差距 对郭文贵人来讲 阿明的出走 或者是郭祝犯人件的事情 对2024真的没有什么帮助 真的不要索得控制 要怎么来逢补啊 学恒 没有 我觉得讲清楚啊 大家如果看科学数据就知道 朱立伦显然这一局 是先过一局再说 可是他有没有看过所有的民调 他们自己做的民调 郭台铭基本上吃到 比较多柯文哲的票 也就是在沙喀都里面 郭台铭的表现 因为有比较多人在 柯文哲跟郭台铭之间 犹豫会投给郭台铭 所以今天朱立伦 如果用这种方式 直接让郭台铭下场的话 那个票会大量的流失到 柯文哲身上 而如果你今天 所谓的二阶段整合 是整合到重判清理的话 你还想三阶段整合 你还想要整合柯文哲吗 我跟你讲 柯文哲昨天是他人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因为眼睁睁的看着国民党把票推到他那边去 推到他那边去之后 柯文哲其他不要讲 他连核四的立场都变了 早上 黄伟翰不是访问核四的前厂长吗 柯文哲 柯振营怎么做 马上在底下留言说 没有问题 我们就会在拜访王厂长 询问核四应该怎么做 打折谁棍上 对 那如果今天 柯振营已经完全进入战斗阵型 直接就在直播里面直接讲说 没问题 我们马上就问 马上敢 对 直接就讲 柯文哲本来是这样 我补充一句 因为刚刚学员讲 因为我本来在做那个节目的时候 我也是我的柯文哲 核四的立场是不要的 很简单 因为核四重启共同 民众党是反对的 可是现在马上跳出来 在节目中 没有没有 我们没有反对 因为现在看起来 侯友宇跟赖清德都没有用核四 柯文哲讲说 那不然就我好了 对 那我觉得如果反应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国民党自己要想办法 我还是要再讲 伤心的人 你要求他跟你团结 是你要去抱抱他 你要对他低头 会失礼 然后才有办法团结在一起 而以目前国民党的姿态来讲 太高了 你没有办法跟大家讲说 你就算可以说服郭台铭 我们一人一票 郭台铭只有一票 但其他那些支持者 有几万票 几十万票的时候 你要把他们再兜回来 才有圣机 谁要伸出这个温柔的手 呼呼秀秀 志强 所以朱筒的娄子现在 侯友也要去收拾 坦白讲 我非常为难也困难 我先跟大家讲 我从头到我对郭跟侯 我没有特别偏好 因为我是坚定的政党人体派 甚至包括柯文哲 我觉得对我来说 政党人体最重要 但是今天如果是到这个局面 真的拜托 国民党的这些 我们这些 领导阶层 赶快危机处理 损害控管 那我跟大家讲 还是有几个地方 其实刚刚许人讲得很好 你就是身段要软 身段要软 态度要低 你今天说真的 我必须说 郭台铭在这一次当中 他那天第一天 发的那个声明稿 是非常大方大度 这就是切入点 你有没有发现 郭台铭即便后面讯息 释出来 对党中央协调过程上 有万般的可能是不满 但是呢 他对侯友一事友善 所以因此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啦 就像这个韩国瑜讲的嘛 队长跟队友出来以后 队长就要承担一切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 坦白讲 我觉得我也怀疑 现在我们国民党中央 跟郭还能够再沟通啦 他沟通能力 我觉得已经很怀疑 但是侯跟郭的互信 看起来没有破哦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不是没解 这解放在谁手上 抱歉 就在侯瑜身上 侯队长身上 所以朱统的楼子 现在就是侯要来收拾啊 我跟讲 政治是这样 选举是这样子 要选的最小啦 你要选总统 我就讲郭台铭要选总统 第一件事情先 跟过去2020年的事情 先道歉嘛 对不对 同样的今天是 你今天侯友 既然被提名出来的话 大家所有的责任跟期待 都要放在侯瑜身上 侯友要来处理这件事情 旺哲怎么看 其实刚刚看到现在 国民党现在看起来 这宫廷剧还蛮精彩的 那这样子的戏 其实对 大家在讨论说 这个侯郭配的情况 似乎可能几率越来越低了 因为怎么讲 其实征召完那一天 其实大家就有个风声传出来说 网络上开始有人在拱 猴郭配猴郭配 因为看郭台铭好像 要帮他找位置找出路了 对 看起来是支持 支持侯友谊的 可是 昨天的这篇报道出来之后 整个就炸锅了嘛 就代表说 这个猴郭配 其实在锅的这方面 其实他是咽不下这口气的 那郭台铭本人是没有 没有多讲什么 但是下面抬轿的 动不掉了嘛 他们也 闷气也闷了蛮久了 所以照这目前来看 这个党中央 如果没有好好解决的话 那侯郭配根本不可能 也不用想 那侯郭配如果不可能的话 那间接得利率的是谁 一定是柯文哲嘛 所以那 目前看起来 郭台铭也不可能 明哲去跟柯文哲 有什么样的合作 但是私下 私下的话就很难讲了 因为根据我了解 我这几天了解了一下 其实郭台铭在跟柯文哲 其实这段时间 其实电话往来 其实蛮频繁的 那有没有讨论到这些事情 其实不知道 但是证明一点说 现在国民党能够 拉住柯文哲的 大概只有郭台铭 这个比较有机会 你说侯友宜要去拉 拉柯文哲 不太可能 那民调上 呈现得出来很明显 就是目前撒卡都的态势 你今天国民党 如果没有跟白合作 你其实基本上 这局是难上加难 真的很难赢 那现在又爆发出 这个郭阵营不满 这个党中央的一些 种种穿小鞋的作为 甚至党中央也没有道歉 也没有说按来他 那郭台铭怎么会 咽得下这口气 三天后回来看 郭台铭怎么 怎么去谈这一块 或许不会出来谈 或许他可能就 远离政坛了 不再过问这些事情 但朱立伦态度很重要 朱立伦事发这两天 也没有出来 好好说明界 那是不是等于默认说 这一切其实是真的 有这样的情况 那你底下的人 怎么去放任 两边人的护摇 这对郭敏良来说 一定是重伤 邀请您一起加入 五七报新闻会员 跟俊相一起 挖针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